而在新城相立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当中 每一位毕业生轮流一起迎接现场的所有人 歌颂着弟子归、父母恩仲之贵阳图 还有听我说谢谢你及我很幸福四手表演 来表达对市长及父母的感恩 毕业电影有几股迎宾开场 近年的几股迎宾很特别 不是由几位挑选出来小鼓手表演 而是没有毕业生轮流一统来迎接现场的所有人 接着则是用指揮来展现学习的成果 接着则是父母恩仲之贵阳图表演 幼儿园毕业生则是进行奉材来感恩父母恩 给双子一手感恩父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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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轻人表达 因此座堂会更能够关心到幼儿园的学习情况 让新城乡立幼儿园在少子化的社会当中 每一届爆满还需要抽签 也感谢全体教组园对学童的用心以及照顾 家长们对学校跟公所的支持 分立台恭贺所有毕业生与家长 特别是幼儿园的每一位宝贝都是国家为人的希望 首先感谢园园园的孩子们把他们照顾的非常好 向公所团队进行规划各项教育的政策 也取悉毕业生无论在未来的每个求学阶段 甚至出了社会工作都要设立自己的目标 他强调书跟知识是为自己而学习 不是为别人而读 勉励同学们继续累积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相信新城乡立幼儿园的同学们 未来在人生道路上都会是闪亮的一颗心 也向所有家长们表达感谢以及祝福 记者金鸿一 新疆报道